哄音伯母最主要的,他的法意在观想。 怎么观想呢? 大家都知道,观想到小悉空中有一个哄字, 然后就旋转,就变成这个哄音肚母, 再把哄音肚母引到自己顶上,进到你自己的身体里面, 把你那个哄音肚母再放大,跟你身体一样, 一下子就变成哄音肚母,你自己就变成哄音肚母, 就可以行哄音肚母所有的法。 是不是这样啊? 一般来讲都是这样子,修法都是这样子,密教的法都是这样子。 今天的哄音肚母刚好不一样。 这个就是重点,就是口诀。 今天就是把最重要的口诀传给你。 好识非常的多了。 这外面的地址啊,没有来参加的。 另外啊,在网路上看的。 没有得到灌顶的不能修。 要修呢,你就要受摇灌顶。 写信来灌顶,或秋字来灌顶。 这样才是如法的,这是合法的。 合法。 好,现在讲观想啦。 你先想,西空中有一个。 嗯字,嗯。 我们知道密教的三字名,就是嗯,啊,哄。 嗯字。 嗯字怎么写啊? 大家查一查。 嗯字,嗯。 一个圈,一个月轮,一花。 这样子,一个。 一个,一个这样子,嗯。 那叫做嗡。 那仙观想,虚空中有一个嗡字。 翁是代表宇宙 整个宇宙 然后你吸口气 顺便把那个翁日吸尽到 吸尽到你的鼻孔 由钟爱下降到你的心轮 到你的心迹 这时候你的心迹 要变成一朵莲花 八月莲花 观想你的心的中央 有一朵八月莲花 把这个翁日 放在你的心 心中的莲花的中心日轮 像太阳一样的轮 放在那 然后 然后吸尽苟气以后 吸尽苟气以后 央住 然后提杠 然后再把这个后门日 再呼出去 呼出去 在观想西空中有一个 阿字 简单的写就是这样 那这边 那这边是两 一个圈 一横 再一个圈 这是比较环夫的写口 一个阿字 同样的 同样的把它吸进来 压住 提杠 一横 再把气吐出去 把这个阿字 再吐出去 第三个 第三个 就是阿 翁阿 翁 那个翁日 这是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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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蓝色 那么蓝色的蜂日 你吸进来 降到你的心迹 莲花 也是放在这个 这个 日轮上面 莲花中间的 一个日轮上面 蓝色的蜂日 就是在心里 再来 你开始观想 这个蓝色的痣 也是一样 吸口进来 然后提纲 闭住复兴 把这个 后蜂日 观想成为 黄色 这个 这个 后蜂日 由蓝 本来是蓝色的 变成黄色的 后蜂日 然后 由这个 后蜂日 再变成 后蜂日 再变成后蜂日 后蜂日 住在你的心中的 八叶莲花之上 再来呢 就是 它 渐渐的 长大 渐渐的 变大 跟你身体 一样的大 一坛纸 一坛纸 你就变成 奔淫度 那这个 奔阿奔 都要吸气 进来 然后呢 闭气 然后再把气吐出去 前面两个嗡阿是要付出的 后面的嗡字没有付出 就留下嗡字 嗡字变成蓝 变成由蓝变黄 然后再变成哄音度 跟你一样大 就变成哄音度 这个时候呢 你在想自己的心中的莲花 哄音度的心中的莲花 上面一样有一个黄色的后字 到这里的观想大家会不会